传闻中,我天生奉命,出生时百花齐放,万鸟来巢,其实,娇花是我爹种的,雀鸟是我爹抓的,连时辰,也是精心计算后,我娘家班家典生出来的。 我爹是谁?我爹乃官败一品,曾掌西北三州十二郡,三十万兵马,少年封侯的不一传奇,一等镇国将军,是也。 但,那是曾经,现在嘛,我爹是兵权武长贤富在家,生不出儿子的好无聊一中年男人。 大概是太无聊了,她开始了宏伟的皇后养成计划。 但我小姑母一直觉得,我爹不是在给皇帝养媳妇,而是在给皇帝养大手。 别人家豪门贵女,琴棋书画全棋,行纸坐卧端庄秀丽,双额贫脆眉,素肤若凝脂,人美化不多。 我,刀枪剑即以针画镜,辅月勾叉登峰造极,万里毕丽,强盗发指,两颗玄铁流星垂甩的虎虎生风,花街柳巷,如行自家后院。 按小姑母的话说,你爹少年将军,拼杀半生,却被杯酒式兵权,这是在曲线报仇。 精心将我培养出来,专为了给皇帝添堵。 你想,谁家皇帝掰手腕子,掰不过自己老婆能开心? 皇帝不要面子的吗? 皇帝要面子,但皇帝他儿子不要。 宣旨太监来我家时,我正抱着新抓来的虎般金钱豹膜爪子,吓得这位圣上进尘,差点没坐地上。 宣旨时的嗓音都发着颤。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平远将军嫡次女,江云音,温婉淑德,姓贤靖端,慎有才名,封太子妃,赏凤明九天一见,胡诸三生,芙蓉锦断三十匹。 先不说这圣旨里形容的人,跟我有没有一毛钱关系。 单听到太子妃这撒字时,我爹跟我,大眼瞪小眼,交头接耳了,足有三秒钟。 我,你是不是行贿了? 爹,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 我,那我怎么成了太子妃? 不是说好了,我要继承你的西北军的吗? 爹,遇见问题请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坐在成亲的鸾轿上,身后跟着我爹掏空家底,给我准备的兵器典籍,高手侍女十二人组时。 我终于找出了原因。 将门荣耀不似文臣,自古最难承袭。 黄泉离不了兵泉守护,却又最忌惮长兵者。 是已,我爹在顶峰时急流勇退,且坚决不生儿子。 但他个糟老头子也不甘心辛苦拼杀来的荣耀,一带而绝。 是已,给我整了个奉命传说,还带我上阵杀敌。 从我军功能够承袭西北军那一刻,就注定了我只有一条路能走。 嫁入皇家,按这个飘瀚路线养出的不才,在下我本人。 洞房花竹叶,你你你,你想干什么,肤白貌美。 长腿宽肩的小太子一边坚苦卓绝地扯着自己断成两半的裤腰带,一边面红耳赤地冲我道。 我起身,抬手,鸟鸟挪挪,悠喝,这才哪到哪。 我看他,新婚之夜,不耍流氓,耍什么,双节裤腰带吗? 我的目光向下一瞟,流连在三寸往下。 只一眼,太子的耳垂就红得能滴血。 我轻笑,殿下不嚷着去徐良帝屋里了。 太子脖子一横,谁说我不去,亲儿身子不舒服,我。 哦,太子当真要在新婚第一夜,这般打我的脸。 我笑着,步步逼近,在离他方寸之遥时,微微一笑,殿下只要赶他出门一步,臣妾就把你上衣也扒了,绑在门口柱子上,让京城百姓都饱揽您的动体。 用最温柔的语气,说最狠的话。 我在心里给自己小巴掌拍得嗖嗖响,完美。 太子看着我这堪比穿剧变脸的功夫,惊了。 想来他身为皇后唯一嫡子,二十来年皇子生涯,过得平顺泰国,从没被如此对待过,惊得下巴都合不上。 本宫乃东宫太子,你敢。 我俯上他线条分明的侧脸,缓缓下游,我十四岁就敢一剑射穿胡军统领,十六岁敢生擒白虎,如今我十八了,你猜,我敢不敢。 那我可太敢了,我一把勾住小太子的领口,往前一拽。 四了,太子的领口劈差了,从脖梗子直到肚脐眼,从外衬直到礼衣,碎得迎风招展。 我挑挑眉,吹个口哨,身材不错嘛。 流氓,小太子悲愤异常的声音,回荡在东宫上方,绕梁三日,尚有不绝。 从我入东宫第二日,和公策妃梁帝侍妾都知道了一件事,从前最受宠的太子汝娘之女,徐梁帝,要梁了。 要说这徐梁帝也真是没眼色,太子妃乃是圣上和娘娘亲定的,将门胡女,她竟然敢在大婚之夜,硬说自己不舒服,让殿下去的陪她,怎么样? 一大早就被罚贵了吧? 可不是吗? 自取其辱,听说太子妃但没去,昨夜海,扑吃,昨夜还换了五六次水往太子妃屋里。 飞语流言的正中心,我本人,正逍遥自在地端坐正厅主位上,看着跪在地上的美人。 名模好齿,杨柳扶妖,是个美人,但也是个蠢人。 但凡是聪明人,断不会在敌我情况不明时,贸然出手,她昨夜地试探,蠢得没边。 歌军中,起码会死一整个大营的那种蠢。 姐姐,妹妹不知所犯何罪,竟惹得姐姐一大早如此动怒。 徐良娣身骄肉贵,得宠惯了,才贵了半炷香,就熬不住了。 心浮气躁,又只会粘酸吃醋,只会靠色相使人,段位太低。 我将手中的瓷白茶盏端起,无聊地轻拨几下茶叶,淡淡道,当本宫妹妹,你还不配。 徐良娣出身卑微,但颇得宠爱,哪里听过这等直言讥窍,当即便变了脸色。 你,你,你就不怕太子殿下知道吗? 我看着她,一顺不顺,勾起一个略残忍的笑容。 你觉得,闹出这么大动静,太子殿下当真会不知道。 可你看看,她来了吗? 徐良娣的脸色一下苍白如纸,像是不敢相信一般。 我起身,慢慢躲到她身边,勾起她的下巴,仿佛勾起一条溺水的鱼,那些无聊的争宠把戏,最好消停歇,本宫治下跟治君一样,下作手断者,杀,无,射。 徐良娣看着我,惨白着脸抖了抖。 我松开手,静止向外走。 跪着吧,跪到自己想明白了,再起来。 赶我回到中殿时,尊贵的太子殿下,正睡得四脚朝天。 嘖嘖嘖,这体力太差了,我摇摇头,得加强锻炼,不然怎么加紧生嫡子。 听到生嫡子三个字,小太子打了个哆嗦,搜得睁开眼,眸中清明,没有半点睡意。 悠喝,装睡。 看来这小太子,到底是黄泉中摸爬滚打出的,心眼子颇多。 既知徐良娣非伐不可,又不想毁了自个的深情人设。 所以,哥着庄不知道呢。 小太子眼计颇高,看到我,活像见了追魂索命的妖精,刷得把自己在被子里裹成团。 大,大清早的,生什么嫡子。 哎呀,昨夜压榨得很了,给孩子整出心理阴影了,这时。 我看着他,坐上他,放心,今日不生。 小太子长输一口气,一口气还没输完,我接着道,每月初一十五,按规矩殿下虚速在臣妾殿中,机会多得是。 说完,我上上下下用眼光在他周身游走,殿下,你太弱了,得锻炼。 小太子姝儿变了脸色,本宫,弱。 我点点头,笑不露齿道,可不是吗,隔壁张太傅家的猫都比殿下体力好。 激将法对男人,尤其是大权在握但还未上位的年轻男人,向来管用。 小太子果然咬牙切齿地一把将我捞回床上,长指开始不安分。 昨夜不过是怜惜你出京人事,太子妃道半点不领情。 我一把拍掉她的手,跳起来,等下要进宫拜见父皇母后,这桩发竖起来很麻烦的,别乱动。 可小太子已然念动了,侧躺着,可怜兮兮地瞅我。 我忽然想起从前秦楼储馆中花魁们的经典台词,男人嘛,一向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天性如此。 所以,看得到吃不到,才是最好的预备前戏。 我点着脚尖,轻摇缓步向她走去,俯下身,稳住太子的侯杰,先指缓缓向下。 嗯,小太子侯杰滚动,额头上起了一层细密的浮汗。 好了,就是现在。 我猛地停手抽身,好整以侠看她,殿下,该走了。 小太子长斤下摆一团糟乱,秋鹤起伏,难以置信地看我。 我直指屏风旁的水滴中,一脸无辜,时辰到了。 帝王家,情势从不仅仅关乎两情相悦, 而是唯戏宠爱,尽早生下子嗣的战役。 但凡战役,便需精心准备战法。 事已,短短一刻钟内,我使出了激将法套欲擒故纵的连环记来。 看小太子似有惺惺之火,但暗自隐忍地谋,无心甚悦。 在马车一个颠簸时,精准地栽进她怀里,壮似无意地拂过下摆。 太子妃,太子还住我,谋中火势燎原。 长指不轻不重在腰侧软肉上掐一下,没看出来,你倒还有当妖妃的前置。 我看着她,但笑不语。 小样,勾篮柳向哪个军中老爷们没去过,我走过的花魁香房,怕是比小太子走过的套路还多。 果然,小太子情不自禁轻身向前,可这投怀送报的时间,我精准算过。 就在下一秒,内室的声音响起,殿下,神武门到了。 看着小太子懒恼的神色,我便晓得,生嫡子,有门,皇家中。 宠爱是最虚无缥缈,抓住无用的东西,早点把子送上皇位,才是终极目标。 奉天殿中,锐气腾腾坐着地后两尊大佛。 气场难分上下,一样耀眼生辉,气势破人。 儿臣参见父皇母后,免礼。 我直起身,盯着皇后娘娘两眼直放光。 啊,偶像。 皇后娘娘虽是女流,但与陛下乃结发夫妻,陪着圣上从不依草芥,一路拼杀至尊之位,数次招兵买马,于威城陷落中,救出陛下。 可以说,没有皇后娘娘,陛下如今还不知道割哪完狗尾巴草呢? 我朝女子之所以地位颇高,能入朝为官,甚至封侯败将,多亏皇后娘娘。 瞧瞧云音这孩子,不管什么时候见你,都这么眼巴巴的。 皇上指指我,朝皇后娘娘打趣道,太子要不是你儿子,怕是我们云音还不肯嫁呢,到底都是军中长大的,气势非凡。 打眼一看,朕还以为看见老六了,听完我后几倍冷汗就下来了,皇上这话,夺笋啊,整个大吴朝的笋都让他夺完了。 六皇子他吧,是我绯闻前男友。 陛下不提还好,一提,太子的俊脸,黑的那叫一个精彩分成,黑中透绿。 我扶身,恭敬道,殿下宅心仁厚,继月光风,儿臣驾之,诚心诚愿,人生大幸。 说完,还借着宽大衣袍掩饰,悄悄在袖子下。 抓住太子的手,轻轻在手心挠了挠,太子搜得缩回小手,微微侧身,半气恼半窘迫地看我一眼。 我朝他几几眼,他赶忙又转回身子,一顺不顺地直视前方。 皇后娘娘看着我,笑了,臣妾倒觉得,阿尔和英方才并肩而来,颇像我们年轻时在有阳刚成婚的样子。 这话一说完,明显感觉到殿中紧绷的气氛,终于轻松了几分。 皇上臭不要脸地直起皇后的手,皇后娘娘也小胖鸟依然地配合着。 仿佛刚刚的插刀事件,从未发生过一般。 我暗自心里抖了抖,嘖嘖,都是演技派。 陛下又赏赐了些金银玉器,嘱咐太子要好好待我,便留了太子继续一事。 皇后娘娘则召我,前去偏殿小义,你们都下去吧。 皇后娘娘一态万方地平退左右后,我俩立刻脱鞋丢袜,靓女打挺,做起了真自己。 皇后娘娘一边搁幽滩,一边抖腿,方才母仪天下的样子荡然无存。 婴,姑母晓得,将你许给阿尔,实在她娘的委屈你了。 皇后娘娘与我父亲乃是堂兄妹,恰逢乱世,皇后娘娘父母兄弟皆早丧,自幼由父亲拉扯大,事已和亲兄妹无甚分别。 我挥挥手,唉,凑合过呗,反正嫁谁不是嫁,当你儿媳妇,好歹还能横着走。 皇后娘娘一拍膀子,巴巴作响,放心。 姑姑照你。 姑母从头上取下了十二凤金布瑶,搜得一身小胖手,飞镖一样精准投在了我的发际上。 或,姑姑伸手,不见当年啊,我海报是鼓掌,一阵拍马屁,给姑母拍得神清气爽。 那小瘪独自的后宅,乌七八糟,得大力整顿。 见凤差如见本宫,以后在东宫,随便整,你把小独自扒光了,都没人敢管你。 我为啥崇拜皇后娘娘呢?因为我俩实在是狐孤狗侄女,一秋之河,一脉相承。 我爹都说,每次看见姑母,就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后的我本人。 就说八光太子这个事,全天下除了我俩真敢想,且真敢干。 还有谁?我一抱拳,姑母放心,包我身上。 皇后娘娘没入宫时,那可是混社会一把好手,如今就算荣登高位了,显然也对这些后宫鸡毛零嘴之事,兴趣索然,很快转了话头。 皇后,哀对了,青天监管事地说,今年是大汉之年。 我灯时吐蜑鼠尖叫,胡人整天放羊,不整农业,只要干旱,递来抢粮食啊。 皇后点头如波浪鼓,可不咋的,凡人,我让遭老头子抓紧练兵了,削他。 我,削,必须削。 但是,谁带头削呀? 皇后,巴拉巴拉,好像只有你爹了。 我,我爹啊,那自己人,让太子也跟着练呗。 他连鸡都不敢杀,以后怎么当皇帝? 皇后,可以,安排。 皇后猛地一拍大腿,一个鲸鱼打挺坐了起来,风风火火地往外冲。 我,干啥去呀? 皇后回身,战场凶险,我得给你们准备点东西。 我,啥东西啊? 皇后笑得贼眉鼠眼,好东西。 皇后娘娘是个实在人。 赶我出宫时,各类宫廷密钥装了足有两大车,什么龙虎酒,老餐单,陆血丸。 我怀疑皇后娘娘把太医院存货全一锅端了。 车架里,小太子一头雾水,母后赏你了什么东西? 怎么神神秘秘地拿卷不盖着? 我看着他,笑得不怀好意,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太子此时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天真开口。 我姝儿贴近他,在他耳垂处轻咬一口,能让你比太父家冒还骁勇善战的好东西。 小太子哪曾听过这等虎狼之词,蹭得一下坐开老远,耳垂似能滴血,义正言辞道,不,不可白日轩吟。 正义之声却随着我越贴越近,越来越小,最后以戏如闻声,别闹,正在街上呢。 我却毫不在意地直接靠在他怀里,伸手在他胸口妈撒。 怕什么,太子出行,半复鸾驾的阵仗,提前半日便会倾接罢市,只等贵人通行了。 太子便是在这儿像昨夜那样鬼哭狼嚎,也无人听得见。 闻言,小太子一领,掀开帘子看向车外。 繁华街道上,果然庇护色势,空无一人。 此时正是晌午,商贩不做生意,如何养家糊口,小太子问道。 不错嘛,这小子比我想得聪慧,静一下便听懂了弦外之音。 我一摊手,自然是由米下锅便煮粥,没存粮来度空漏。 小太子正金微作,沉眉锁目,一先叫脸。 传本公令,收鸾驾,日后出行,清街锁路不可超过三炷香之时。 是,侍卫官应道,我侧手看他,这小子虽身骄欲贵,但,日后或许会是个好君主。 小太子被我盯得心里发毛,太子妃为何这般盯着本公? 我仗着功夫一流,长臂一身,牢牢将他按在马车臂上,面不改色道。 殿下英明神武,人心人德,妾身自然是看得情不自禁,想一亲方则。 鸾驾一丈繁杂,脚程甚慢,从皇宫到东宫少说半个时辰,这么宝贵的时间,怎么能浪费呢? 小太子兴目远征,张口就想喊救命,却被我抢先一步捂住嘴。 这可是皇后娘娘一指,殿下敢不从。 小太子不仅敢不从,他还敢跳车逃跑。 太子,本宫还有要事,我走先。 我看着两手拎着自己摇摇欲坠的裤腰带。 逃窜得剑步如飞的太子背影。 我觉得他成长了,以他裤腰带如今这个壮烈牺牲的频率。 想必他很快就能习惯没有裤腰带的生活。 我刚打算去追杀他,不远处传来众物坠地的声音。 有热闹不看王八蛋。 我轻功一斩,略过再顺手那么一捞。 一个如花似玉,腰身盈盈不堪一卧的美人,现在正柔弱无骨地躺在我怀里。 我,徐良娣。 大中午不睡觉,你哥这恋蛤蟆神功呢? 婢女,不是不是,回太子妃娘娘。 我家小主在减肥,这是饿趴在地上的。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看看大腿还没我胳膊粗的徐良娣。 现在的后宫竞争这么激烈吗? 可我看姑母,小脸吃得贼圆了。 我,朋友,你减个低的肥。 我爹成天追着我姑屁股后头喊娘娘,不能再吃了,再吃脖子,没了他都装听不见。 徐良娣这大风一刮,能挑天上当风筝的小体格子,捡个毛线。 徐良娣小脸煞白,晕晕乎乎间把我当成了太子,埋在我怀里就哭。 呜呜呜,殿下别赶臣妾走,臣妾已经吃得很少了,日后会吃得更少的。 一,你听听,感情罪魁祸首在这儿呢? 太子爱戏妖,宫中饿半死。 我,东宫中的妾室都不吃饭,婢女和宫的娘娘们都不吃主食。 我当时就震撼我爹一百年了。 不吃饭,不吃饭,军中干饭,都是按盆装的好吧。 怪不得这东宫如此冷清,太子如今都快二十三了,一个宰子都没生出来。 我,传本宫令下去,从今日起,各宫每餐标准两婚一宿, 一碗米饭,早晚个跑一里路,吃不完跑不动辙,罚奉半年。 加强东宫体制,从我做起,一天一晚饭,强壮东宫人。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安排好了东宫公务后,我开开心心去赌太子。 觉得此夜花好月圆,甚是适合做一点太子不爱做的事情。 我,风兰,把皇后娘娘赏的鹿鞋酒,拿两坛过来。 小太子被堵在床上,小脸煞白,两两坛。 一边说,一边敲咪咪地往床脚挪,想跑。 这样能让他跑了,本宫以后还怎么在京城恶霸圈子里混? 我将床边的锦带抽下,以带画边,搜地绑住小太子的窄腰,向后一拽。 太子就像倒带一般,又躺回了我的怀里。 四目相接时,小太子脸红得像熟透的番茄,轻轻一掐,就能破皮。 哟哟哟哟哟哟,瞧瞧这小模样,这谁能忍得住不上去揉凉吧? 我滴滴在他耳边吹一口气,殿下。 天亮之前,别想沾地。 小太子桃花眼附上一层薄雾,热得厉害。 随即闭上眼,任命一般,明日有燕,别,别亲脖子。 或,听听这觉悟,本采花大道,今晚就要来糟蹋太子这朵浇花。 就在本大道,即将得手时,窗外忽然有一对夜跑人马,喊着口号跑了过去。 一二三四,干犯人,干犯魂,不干不是东宫人。 气氛一时就有些尬住,好容易等人马路过,安静下来。 我和太子眼观鼻,鼻观心。 我,再来。 太子配合地闭上眼,我刚一俯身,还没上嘴。 一二三四,每天一碗饭,强壮东宫人。 什么是报应,这就是报应。 我和太子听了一晚上聊亮的,骑马四个梯队的口号声。 赶月亮都快上到正中天时,我俩困得眼都睁不开了。 太子,还道否? 我,下次一定。 短短一个星期后,东宫那个侧室,一改往日病病泱泱的模样,变得容光幻,精神抖擞。 晨练时,仗壮饰了骑马五六斤的徐良帝,脸色红润,但面带担忧地问我。 娘娘,万一回头太子嫌弃妾身们了怎么办? 我略一侧手,放心,他不养你们了我养,保证不比太子养得差。 毕竟我可是太子妃,建威将军,心想两头拿,小太子的俸禄也不见得比我多多少。 养区区几个侧妃,不在话下。 徐良帝羞涩地一低头,那妾身先谢过娘娘了。 这话一出口,原本前后左右慢跑着的墨良帝,柳侧妃,李侧妃,全都不跑了。 呼呼拉拉围过来,两眼放光地看着我。 众美人,呜呜呜,娘娘你真好。 柳侧妃,姐姐放心,妹妹们不会吃空想的,娘娘志在家国, 有何吩咐只管对妹妹们说就是了。 莫良帝摸了一把眼泪,对啊对啊,窃入太子府三年了,都快忘了鸡腿是啥位了,多亏娘娘来了,呜呜呜。 啊这,一不小心把太子的公妃全策反了怎么办? 管他的,反正他也打不过我。 我略意思量,我大吴朝与枪族大战在即,妹妹们可想为国献一份力。 吴朝虽女子也可为官,但毕竟是为少数,这些后宫女眷们,大概生平头一次有人问如此问题,一时都有些上头,激动道。 当然想了,我一拍巴掌,好,那各位妹妹都有何特长啊? 莫良帝抢着第一个回答,窃会养小鸟。 徐良帝,窃会才一。 李侧妃和柳侧妃,比两位良帝家是更好些,一个是兵部侍郎家的嫡女,一个是户部尚书的庶长女。 李侧妃,妾喜欢制药。 柳侧妃,妾善于算术。 哎呀,哎呀呀,太子这后宫,简直个个是人才啊。 我首先谨慎而兴奋地握住莫良帝柔仪,这个鸟,是正经鸟,不是那种鸟吧。 莫良帝小脸蹭得一下红了,臣怪看我,当然是正经小鸟了,娘娘打去窃。 我朝他几几眼,军中战时通信,常用的都是鸽子,那玩意显眼的,三里地外都知道有人鸽这传信呢,太招摇。 你寻思寻思,还有啥其他喜鹊大乌鸦的事和传令,如何? 莫良帝兴奋地两眼泛红,娘娘放心,妾还是头一次接到这样重要的任务,一定好好掏鸟窝。 啊不是,好好养养。 徐良帝不甘落后,向前一步,我呢我呢。 我,西北冷啊。 一到冬天,那冷风刮得嗖嗖的,冻的刀都拿不住,有时候一拿起来,夸插,掉脚背上了,那个疼得直冒眼泪花子啊。 我擦擦还没挤出来的眼泪,拿不住刀,砍不了人啊。 徐妹妹,你研究研究,有没有啥手套啊? 脖套啊,能既保暖又能砍人的。 徐良帝大眼睛一转,似乎已经有了计较,咧嘴一笑,懂。 马上就安排,我看向知识水平更高的两位侧妃,二位妹妹的任务要更难些,李妹妹擅长制药,能不能整点,好揣兜里,起笑又快地毒药。 李侧妃呼吸一致,娘娘,要毒药干什么? 我,这不都要打探敌情吗? 那正是开战之前,双方小探子都派得嗖嗖的,但这也容易被抓呀。 我叹口气,接着说,一被抓那就是生不如死,为了扒拉出来情报,有啥狠招,大家都夸夸网上使,什么抽尽扒皮都算轻的,这毒药,是为了他们被服食,能够自行选择要不要了断,少受点苦。 李侧妃沉默半赏,妹妹懂了,并尽力。 至于柳侧妃,我看向她,双手握住她,打仗的时候,传个命令那难的呀,几十个传令兵派出去,得死一半。 妹妹精于算术,可否想想,有什么加密的法子,能让命令只有咱们自己将士听得懂? 柳侧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娘娘容我想想, 我,不急,慢慢想,诸位妹妹都回去慢慢想。 树叶有专攻,军中都是操老爷们,想出的办法都更为粗犷,虽说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但女子们心思更细腻。 想出的法子,说不定别出心裁呢? 我一抱拳,攻身,行的是正儿八经的军中对谋事礼。 诸位妹妹,今日起,我西北军,就仰仗各位智囊了,只要能想出法子,有任何需求,尽管找我。 安排完任务,一回身,却正撞进一双桃花眼。 太子今日要去赴宴,难得地华服正装。 锦衣玉冠,公子是无双。 玉面公子看着我,眼中似有星辰,一顺不顺。 我被他钉得发毛,太子看我坐肾。 太子清摇玉扇,笑得日月无光,原来太子非不耍流氓时,这般潇洒。 七,想调戏我。 太子喜气洋洋地去赴宴,回来时却脸色沉黑,如尽烟雨。 怎么了这是,谁惹到殿下了,我难得贤惠替他针了盏茶,实则两只耳朵竖起来,本能觉得有八卦。 太子端起茶,一饮而尽。 接着搜得站起身,拉着我就往房中待,如青天间预测,何兮少雨,旱灾必无可避。 只是,太子妃可知赈灾钦差是谁。 看着小太子气得蹊跷生烟这副模样,我心下了然,莫非是六皇子。 桃花眼瞬间委屈巴巴地瞅我,闷闷道,嗯,是六弟。 太子看着我,银牙咬碎,母后说,储君子嗣,乃国之根本,不生个宰子出来,休想踏出京城一步,赈灾,没我的份。 怪不得太子今日回来,着急忙慌往内室跑,原来,是跟着等着呢。 我挑起小太子的衣领,西北汉情意识糟糕,要不了三月,枪足大军必临城下,到时候殿下不怕,皇后娘娘还不让你上战场。 太子眼一闭,心意横,风竹,把鹿血酒,虎骨完全拿来,有多少来多少。 悠喝,这口气,很狂啊,但很快我就疑惑了,这小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温润如玉的那个小狼君是被鹿吃了。 眼前这个不知疲倦,不眠不休的小狼仔是哪来的? 饶食我身强体健,腰感甚好,可晚上刚绕着东宫跑了四圈。 我没喝陆血酒啊。 那个,要不,中场休息一下,喝点水,我尴尬而不失礼貌地提议。 小太子眼中,已有一丝薄雅,声线哑得厉害,挑起酒杯,仰头饮下,以口度酒,热度缠成一线,太子妃可是撑不住了。 撑不住就睡会。 抬眼,正撞进一双连一层层的莫眸。 跟爷整鸡将法,很好,爷还就吃这一套。 略一用力,请客间天旋地转,我直接将胡盖扯了,仰头一饮而尽,看着他,笑得笃定,良宵苦短,谁撑不住还不一定呢。 有一说一,太子最近努力得有些过分了。 风竹都整出来,条件反射了,一看见太子往我屋里走,就开始往外掏龙虎酒。 连膳房都心照不宣地把一日三餐变成了,青草山药,白灼秋葵,炭烤牛鞭,老公鸡炖汤。 四位侧飞良帝,更是挖空心思地搜集怀孕秘籍来,什么正午吃俩双黄蛋,晚上拿秘方泡脚。 在和宫的努力下,本宫中鱼,整整六斤,徐良帝忧心忡忡地摸着我日渐风鱼的腰身。 娘娘,您再这么吃下去,明日就又得给您裁新衣了。 我伸手又捏了个末良帝给烤的秋葵干,彩虹夸赞道,徐妹妹裁的衣服样式新颖,又和身,比宫中的御衣方都不遑多让。 徐良帝闻言,面上一红,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了个东西出来。 娘娘请看,冬季打仗神器。 我定睛这么一看,直呼内行,好家伙,你把手套的指尖给裁了。 虽然只是小小一个改动,但原本笨重不灵活的毛线套,瞬间便灵巧了许多,我戴上试着耍了耍剑。 不错,好用,要是能织的再衬手些就好了。 将士的手,胖瘦长短刻不一,我忽然灵光一现,嘱咐封眠道,传信给爹爹,拨三千两文银采购毛线和织针,家中有女眷绘之手套的,统一按市价工钱两倍征用,务必入秋之前,装备完毕。 封眠是十二婢女中,轻功最好的,领命后足尖一点,转瞬便没了踪迹。 我从腕上摘下一个羊枝玉镯,套在徐良帝手上,我替边军三十万将士,感谢你。 娘娘,我们也想出了一个法子,不知能不能用柳侧妃朝我迎迎一拜,和墨良帝略一对视。 墨良帝屈指为哨,一声嘹亮哨音后,一只铜雀叽叽喳喳地飞了出来,长短不一地叫了树声。 娘娘,雀鸟在南北都常见,叫声轻悦。 聪明又飞得快,且想出了一种名语通信的法子,按照长短不一划分,代表不同的十个数。 按照数字,每四个数一组,对应书册上的页码和字数,只要娘娘培养出一批会听叫声的兵,即使一本被破获了,立刻换一本新的就是。 妙,妙啊! 妙,妙啊! 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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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慢些的,是李测飞的一秒就死要,他这些天光抓着我灌不要了,因此进度慢了些,但已经出具雏形,只差一个能够妥善保存的法子。 我看着李测飞小瓶子中练出的半成品,无色无味,甚好。 可我刚闻完,一股剧烈的晕眩立刻铺天盖地地袭来,我撑着后腰干呕了半天,啥也没吐出来。 倒是精通医术的李测飞,看出来了些门道,薅了我的手腕子,就开始摸。 越摸表情越欣喜,娘娘,是华麦,咱们太子府要有小柿子了。 啊这,就很突然,天啊,一时间四位美人全都激动地跳了起来,抱成一团,吐蕃鼠尖叫。 我一时间都有些恍惚,感觉他们好像才是杜丽宰子的亲爹。 诊出有孕后,李测飞立即如临大敌,笔消息必得严加封锁,在娘娘顺利生下笛子前,吃穿用肚,都得小心。 我赶紧薅了个红薯干压压惊,怎么说? 柳测飞握住我的手,郑重道,娘娘,有的是人不想让东宫生下笛子,比如,比如六皇子。 我这妃闻前男友,前脚向陛下求娶我不成,后脚就娶了丞相家千金,如今儿子都生了俩了。 根据吴朝不成文的潜规则,为保皇室血脉延绵,没有嫡子的皇子不能荣登大统。 徐良帝一握拳,以后娘娘的衣服全由我来打理。 徐良帝则承包了我的吃食,李测飞和柳测飞则负责,枕麦和试吃,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行,别的就算了,柳盈然你得给我去军中干活去,这个没得商量。 柳测飞文言哭唧唧地看我一眼,一副苍天不仁,我为雏狗的模样。 天哪,这可是我们的第一个宰子。 难道我就要这么错过了吗? 我默得感情地看着她,没错。 柳盈然应应应地去找李江儿哭诉,后者毫不犹豫地撒腿就跑,连个袖子都没让她抓着。 姿势体大,我意识不敢大意,拆封竹亲自去宫中禀报姑母及太子。 近来枪族异动频繁,开战就在不日,可没想到,好巧不巧,就在今天。 原本姑母还在犹豫,可封竹这个及时雨的消息一到,此次的傅元帅立刻就定了下来。 我爹挂帅,太子挂傅帅。 太子一身甲昼,已有了几分杀伐决断的将军模样。 云音,对不起,你方有孕,我就要出征了,不能守着你。 我替他理了理战甲,拿出了阿娘当初为我支的金丝宝甲。 你我之间,无需说这些,我本也不是什么需要夫君守护的柔弱女儿。 殿下,保重自己,我和孩儿等你回来。 太子抓着我,又是叮嘱按时吃饭,又是念叨少吃灵嘴,又是啰嗦,别逞强跑步。 絮絮叨叨了,足有三炷香,我终于忍不住了。 殿下,你怎么比我娘还啰嗦? 小太子被我一吼,又恢复了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叹口气,伸手拍了拍他,照顾好自己,战场可比东宫危险多了。 战场凶险,即便尊贵如太子,按枪冷剑,也不会绕着他走一分。 说不担心,那是假的。 尤其他又是大姑娘上教,头一遭上战场。 别逞强,打得过就往死礼奏,打不过就跑,不丢人,我嘱咐道。 太子一双桃花眼,一瞬不瞬盯着我,像要看穿出一汪深潭来。 我被他盯得不自在,下意识地退了半步,干什么这么看我? 太子忽然长臂一身,将我直接拽进一个微暖的怀抱里。 空气一时静谧至极,只能听见,一声声,隔着甲骤的,灼热心跳。 小太子的声音闷闷在头顶化开,就想,多看你几眼,下次不知道什么。 我伸手,捂住他的嘴,别说这些,不吉利,我等你回来。 太子郑重点点头,好。 说完,他悄悄往我手中塞了封信,急匆匆就往外跑,边跑边回头,不许偷看哦,等小柿子出事了才能看。 我无语地冲他背影喊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男孩? 小太子忽然回身,一束凤凰花下,甲骤少将军笑得比花还灿烂几分,女孩也很好。 像你,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女将军。 回去吧,外面风大,小将军又挥了挥手,冲我笑道。 我没有来的一阵心酸,不为自己,却为阿娘。 原来,这就是送亲人出征的感觉吗? 自己出征时,只觉得意气风发,神勇无比。 可背后站着的人,只能笑着挥手,说一句,活着回来。 此意甚苦,从春初一直打到深秋,枪足不挤断了,已是强弩之末。 战役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可我总觉得有些不对,京城远在千里之外,我又在东宫中养胎,运中反应极大,吐得昏天黑地,许多前线战宝送不到我手中。 可多年征战的直觉,让我有些担忧。 太安静了,六皇子太安静了。 他自镇灾有功后,加封七诸亲王,是最能威胁东宫楚位的政敌。 他是最不希望看到太子凯旋的人。 更何况此人,可不是什么不忍看见百姓受苦的良善之人。 当初他攻陷胡帝一城后,毫不留情地屠城,只为快速扬名立威。 可他一直没有动作,这很奇怪。 娘娘,少优司,李侧妃不都叮嘱了吗? 您旧伤太多,运中危险,不能神思过重,封竹一边替我揉着眉心,一边不停叙道。 前线危险,其他十一护卫我全都派去前线,护又太子了,身边线如今只剩下封竹, 因而他变成了太子二号,极其地唠叨。 哎呀,别念了,我都快在东宫闷死了,陪我出去走走。 封竹拗不过我,只好陪我一同乔装出门。 说来,这还是怀孕后,第一次正经出门。 不出不知道,一出吓一跳,街上零零散散,多了不少难民。 我? 这些难民是哪来的知道吗? 封竹,听说是北地逃战乱来的。 北地? 不对啊,我在北地生活了十几年,这些人的口音,完全不是西北口音,更像是中原地区。 老人家,能问问您从哪来的吗? 我捏了两个铜板,递给离东宫不远处的老人家。 老人慌忙败谢,谢谢夫人,回夫人,我是从近西焚羊来的。 我微微宁神,换了焚羊土话问他,你在焚羊生活了多久啊? 老人家忽然一愣,支支吾吾了半天,答不上话。 我又加了一串铜板,说实话,否则,风竹潇洒地亮了亮佩刀。 老人立刻怕了,我我我说,我们本是宇州逃难来的,宇州旱灾,颗粒无收。 可官爷说,要想进城活命,就不能说自己是宇州的,只能说是西北的。 我眯了眯眼,为何逃荒? 年初陛下不是已经提前拨了镇纪银两,还特派了钦差前去救灾。 老人露出一个干瘪的笑容,贵人,要能活命,谁想逃荒? 您说的镇纪粮,除了几个州府,我们底下村县,是一分都没见着呀。 只救州府,不救村县算什么救灾?做样子镇灾。 陛下亲拨了九千万两雪花银,就花来做样子。 封竹将消息传给皇后娘娘,请她彻查。 此事并不难查,皇后娘娘的密探撒出去。 不到七日就回禀了十句。 六皇子拿去赈灾的,不到锁波三成。 我立刻心中锦铃大作,若她只是摊没了,倒简单,抄查了拉倒。 可她若是拿来暗中养钉马了呢? 那救济中可不仅银两,更有三万弹粮草。 不管她是暗中屯兵,亦或是更可怕的,拿去通敌,反计胡军,都将是致命的。 不好,拿着我的手书,速去禀告皇后娘娘,六皇子怕是要反。 封竹一出门,我立刻安排东宫对外谢客,生人一律不得入。 边塞决战在即,六皇子若要动手,就在不日。 徐良帝和李侧妃匆匆赶来,娘娘,这是怎么了? 莫良帝和柳侧妃正在禁军中研发他们的小鸟部队,如今府中只剩他们二人陪我。 我,近日怕是要出乱子,你们就塑在我院中,如果出了什么事,就躲进西乡房下的暗道里。 一直到了晚上,封竹才回来,带回了一个极坏的消息,六皇子不见了,消失了已有月余,但王妃世子聚在府中。 我立刻吩咐全府进入戒备状态,管家,我的架状里有不少刀兵,吩咐下去,府中不管男女老幼,人手一剑,以防不测,巡逻的次数增加到每一炷香一次。 三万弹粮食,够七八千兵马吃一年,他本就不想熬战,手中兵马一定满园配置,超过一万。 京城禁卫军本有两万人,但近日难民甚多,六皇子上剑,调出了三分之二人手,在周边维持秩序,赈灾派粮。 若我是六皇子,便一定会趁这个空荡,调齐全副精锐,逼宫,速战速决。 好在我们察觉及时,陛下已经下令,关城门,严阵以待。 只要坚持过今晚,周遭禁军,明日便能回房。 所以,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今夜了。 六皇子若要强攻,只有今夜一次机会。 思索间,血红色的烟花在暗夜绽放。 杀,忽然间,京城内杀声震天。 东宫门前,六皇子拉了五百精锐,轻一色排开,每个人身前都跪着一个妇如幼童。 江云音,王爷知道你本时厉害,固守不出,这一夜必然攻不下来。 所以,你若是不开府投降,本官就每一炷香,杀十个幼童,叫阵的,是六皇子的副将。 卑鄙,太卑鄙了。 我趁着夜色,飞上府墙堡垒处。 李吉鸣,你想怎么样,我命堡垒点起火把。 黑夜中,迎着火光与刀兵,正看见六皇子的脸。 苍白诡诀,与太子五官五分相像,只是眼神,冷得像兵。 六皇子骑在马上,淡淡一笑,云音,投降吧,你知道的,我舍不得杀你。 笑话,李吉鸣都是刀尖上滚过来的人,你几时见过老子投降。 哦,这样。 六皇子脸上带着笑意,一刀砍向离他最近的少女,却并不下死手。 啊,救救我,娘娘你救救我,七力惨叫一声声响起。 女孩尖利地呼救在夜空中,毫不留情地刺激着耳膜与心脏。 可我不能松口,六皇子想抓我,并是想拿我威胁皇后,开宫门。 皇宫的禁军是精锐中的精锐,他的兵力攻不下,所以才会出此诛心之术。 我面无表情地看他,李吉鸣,征战多年,什么惨状我没见过,你今日若是将他们杀光,我明日便以你三足,以为无辜之人在天之灵。 但你想靠这种法子让我投降,痴人说梦。 六皇子了然一笑,早知道云阴杀伐决断,心冷得很。 六皇子挥挥手,一个熟悉的身影,被压了出来。 他呢?号称一将顶千军的柳参将,你也不救。 那是柳盈然,柳侧妃。 该死,他不是和墨良帝在城外西磊营中训练吗? 看如今这光景,只怕西磊营要么投敌了,要么已被攻破。 我尽力控制,让自己面不改色,无分毫,表情波动地,与柳侧妃摇摇对望了一眼。 柳侧妃冲着我,呼而笑了,笑容淒美而壮烈。 将军,盈然从小就想当英雄,最羡慕的,就是你班师回朝时,京城百姓家道相迎的样子。 没想到,我也有当英雄的一天。 我心吓一跳,盈然不要。 可柳盈然毫不犹豫猛地转身,直直朝身后利刃撞去。 电光火石之间,滚烫热血,照亮了夜空。 清月的鸟鸣声,随着热血划破长空,我细细听来,按照柳侧将昔日说的密码本对应。 这鸟鸣说的是,盈然今日,为国尽忠了。 成了,盈然的训练果然成了。 悲愤与喜悦一起涌上心头,我只感觉到热血在枪子里翻腾,柳参将,此仇不报,本将军是不为人。 我弯弓搭箭,一箭射向了李吉明身边的副将。 李吉明以为我要杀他,毫不犹豫地从旁拉了平民党在身前。 殊不知,我早就知道他会如此,一开始瞄准的,就不是他。 这一箭,我用了十成十的功力,气罐长虹,一箭便将他的副官,射了个透心穿。 血见了六皇子一脸。 李吉明,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但你记住,老子必要,你十倍奉还。 狠话刚放完,我腹中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绞痛。 该死,方才情绪翻涌,再加上弯弓搭箭,只怕是动了胎气。 这孩子,要提前生了。 我咬着牙,运了内力朝四方扩阴,今日殉国者,不论军民,皆以烈士厚葬,因子丰足。 好好好,六皇子神情癫狂地看我,因子丰足是吧? 江云音,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丰得起,满京城的足。 生孩子真疼,比被虎头闸砍砍了还疼。 但更疼的是,六皇子下令屠城了。 这个疯子,城中禁军几乎全部守卫在皇宫,弃了城门。 城中百姓此刻,如年板上的鱼肉。 该死,李吉明这是恼羞成怒,想引起天怒人怨,再把怨气全引到我和皇后头上。 好一个伤敌一千,自损两千二的招数。 李吉明造反不成,必遭诛灭。 他自己做不成皇帝,便想让东宫也为他陪葬。 毕竟,我毕府门,固守待员,虽能保全自己,但也等同于坐视百姓被屠戮而无所谓。 这滔天血债,总不可能让皇上背,那就只有我背了。 好一个狠毒的六皇子。 我忍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疼痛。 李侧妃,我记得你说过,有一个催产的法子。 李侧妃面色惨白地看我,娘娘,你要干什么? 这个法子会伤及本源的。 这会儿管不了那么多了,快,一定要快。 我再看向风竹,传我令,东宫府兵,放弃护府,全树迎敌。 娘娘,三思啊,侍女,侧妃跪了一地,可我知道,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我意已决,护卫不了百姓的东宫,要之何用? 李侧妃的法子果然管用,不出半个时辰,孩子便生了下来。 我只看了一眼,疑,真丑。 红红的,皱皱的,但是怪可爱的。 可惜,娘亲不能陪你长大了。 这等逆天改命的方子,有个极大的坏处。 母体血崩,很难止住。 李妹妹,你和徐妹妹抱着孩子,躲去暗道里,六皇子马上就要来了。 李侧妃文言,将孩子递给徐良帝。 妹妹,你抱着小狮子去吧,我陪着姐姐。 徐良帝又递给风竹,不,我也要和姐姐同生共死。 我看着这两个傻姑娘,忍不住鼻头冒酸,我还有最后一仗要打。 你们在这儿,我会分心地,乖,躲去地道里。 徐良帝哭着扑在我床前,姐姐骗人,哪有什么最后一仗,你分明是想。 我一个手刀,劈中他的后颈。 徐良帝身子一软,晕了过去。 风竹,带他们下去,这是军令。 风竹喊着泪看我,将军。 见我目光决然,丝毫没有退让之意。 风竹只好单膝跪下,郑重一拜,一字一顿道,卑职,遵命。 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我头晕得发黑,看向李侧妃。 妹妹,我还需你保住我半个时辰的性命,你可能做到。 李侧妃红着眼点点头,我尽力。 我虚弱地点点头,躺在床上,等李侧妃为我喝下一碗调命的汤药后。 总算感觉,恢复了些许力气。 按时尘算,六皇子差不多该来了。 果然,不消半课中,一阵浓重的冷气伴随血腥气,扑面而来。 姜云音,你把自己搞成这幅模样,是为了让本王心软吗? 我睁眼,正对上六皇子音质的眼神。 我笑笑,一顺不顺地看着他,生不能同寝,但要是能死一块儿,好像也不错。 六皇子沉默半赏,沉下谋。 云音,当初我向父皇求取,为何你不肯嫁我? 我吃力地抬起手,握住他的指尖,一时分不清到底谁的更冷。 两个兵权在握的人结亲,就算我肯,陛下肯吗? 这话半真半假。 陛下不肯是真,我不肯却是因为六皇子性子太过试杀,不适合为二世君主。 他今日所为,更印证了我西年判断。 吉明,我好冷,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续着泪水看他,颇得徐良帝楚楚可怜模样的真传。 六皇子仍然冷着眸,但到底还是坐下身,还住了我。 云音,等你身子好些了,我们逃吧,逃到天涯海角去,好不好? 我淡淡地看着他,看来,我开府门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输了。 点点滴滴地往事,浮上心头。 若他不是皇子,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只是个闲散王爷。 或许,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可世上没有如果。 吉明,我看向他。 款款深情,沉静如深潭的预谋,终于有了丝丝裂痕。 却不知,这点点温情,只为了这关键一刻。 我从怀中掏出李侧妃刚刚研制成功的绝命丸,以口渡药。 却在最后一刻,看见六皇子鸣战的眼神,云音,死在你手里,也算无憾。 说完,唇上浮过星星点点的良意,纠葛爱恨,拘以成风。 云音,云音,焦急地呼唤在耳边响起,像一道金色的光芒,划破黑夜浓雾。 吃了绝命药,我不是应该死了吗? 怎么还会听到,有人喊我。 伴着疑惑,在睁开眼时,正对上太子布满血丝的双眸。 向来芝兰玉树的太子,一身战甲血迹斑斑,还没来得及换。 一双莫眸,更是写满了憔悴。 你怎么回来了?我一张口,嗓音哑得厉害, 像是半年没喝过水一般。 别说话,你好不容易从鬼门关里回来,再多些些。 太子慌慌张张地倒了杯温水来。 喝下后,我总算感觉自己半只脚踏回了人间。 听闻你病危了,我就什么也顾不上,快马加鞭回来了。 从西北回来,就算日夜兼程,起码要三日。 我晃晃还不慎清明的脑袋,我睡了多久。 太子,七天。 我看了眼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的小太子。 一向白净的脸,黑了些。 瘦了些,胡子拉叉了些。 你就这么守了我七天? 太子不说话,只是一双眼睛一瞬不瞬锁住我, 似乎生怕我又凭空消失一般。 云阴,莫说七天,便是七年,我也守。 太子这话听得我心里咯噔一声。 这么说来,若是那日我真死了, 现在正好是头七。 难道,我不是真的活了,而是回魂夜。 我猛地一把掐住太子的脸蛋子, 太子熬得一声嚎了出来。 啊,疼疼疼。 听到太子喊疼,我常常舒了口气。 哦,知道疼啊,还好还好, 那就是真活了。 我放心下来,撒开手,又惊觉不对, 你回来了,前线怎么办? 六皇子死的消息,是一同送到的, 北地一听,便投降了。 看来这六皇子,果然和羌族有勾结。 怪不得这大汉之年, 羌族还能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 连宫数月不退。 搞了半天,赈灾的银两和粮草, 拐了个弯,直接自敌了。 这六皇子,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罔顾人命江山, 是个狠角色。 若是脱生个普通将军, 会让敌人闻风丧胆。 可惜,他生在了帝王家。 思索间,腰上忽然一紧, 已经落入一个炙热怀抱, 小太子吃味道,不许想别的男人。 我盯着他清晰俊郎的夏河县, 我没想别的男人。 只不过觉得这也算因祸得福了, 要是不吃那绝命丸, 说不定我就真死了。 原来,李侧妃研发出的 是千古难见的假死药, 七日内只要吃了解药便能醒来, 不吃就真死了。 血崩之事本止不住了, 可假死药让我迈向全无, 止住了血, 那几日李侧妃又不停地 给我灌各种止血, 负气的不要, 这才逃过一劫。 小太子一听我说死, 立马红了眼眶, 云音,不要说, 我听不得。 哎呀呀, 怎么上了一趟战场, 还是这么个楚楚可怜的小模样? 我一时忍不住色心, 趁着姿势, 反手在他腰上捏了一把, 祸,全是鸡肉, 起码八块。 可以呀, 小伙子,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 闻眼, 小太子脸搜得一下红了, 只不过因为黑了不少, 叫往日不明显些。 你你你, 你又耍流氓, 我凑他更近些, 你不喜欢。 小太子脸更红了, 闭上眼, 壮事就义一般, 喜欢, 云音干什么, 我都喜欢。 扑痴, 我忍不住笑出声, 刚想往上扑, 一股奇异味道扑面而来。 大哥, 赶快去换身衣服, 我怀疑我是被你熏醒的。 莹莹莹, 云莹你好无情无义, 无理取闹, 人家为了你千里奔袭, 一不解代, 醒过来就嫌弃人家不香了。 我抖了抖, 这孩子, 到底在军中还是学坏了。 但是他不喜, 我实在是下不去嘴呀, 只好故意冷着脸, 快去, 不想再要个小柿子了是不是。 小太子面色一白, 拉住我的手, 不要了, 就生这么个小王八蛋, 差点害得你没命了, 我们不生了, 一个就够了。 我隐约听出了点不妙的意思, 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最终目光锁定在盔甲三寸之下。 狐一开口, 你该不会是, 受了什么伤吧? 小太子蹭的一声站了起来, 就往浴池跑, 边跑边喊, 本宫还会回来的。 我撑着头, 看着小太子的背影, 忽然觉得, 就这么过一辈子, 也挺好。 小太子, 我不管了,